押后四年一度的立法会换届选举 是非常非常艰难的决定 但是为了压止疫情 为了公共安全 和为了保障市民的健康 并同时能够确保 选举是在公开公平的情况下进行 这个决定是必须的 我都只能够将第七届的立法会选举人 推迟一年 每个人都很紧张 都延迟了 现在两百多钟 所有人都害怕了 应该考虑的 因为市民生命是紧续过 传举 有改善化 当然健康重要 这种事情 没见到什么都没有了 生命是无家的 所以其他事都是其次 我们一定要全心全意 而现在全力去抗疫防疫 这些大型的活动是必须压陷 这样的时候呢 就很多人在那些投票站那里聚集了 那是一个很危险的活动 给机会 这些病毒呢 就周围去传播 这一个时刻呢 这些几天的事情呢 你可以看到呢 这些区没有源头的 找不到传播链的 这些每一个新的病人呢 其实都是在增加的 多人的对集 都会导致疫情 增加变差的 机会的风险 是在的 所以 我觉得我们做所有的事情 都是以香港市民的 健康 和安全 为 所谓的 考虑的人数 好了 很多的选举的人 他们都会去拉桥 要见人 其实这些 国安有很多的接触 很多的拉桥 或者是 都接着到一些人接触 其实就 绝对会有可能性的提高 那如果你搞不定的时候 你又聚集很多人 我们选完之后 换解完之后 又有另外一个大爆发 那我们的社会 我们的经济怎么顶呢 是 候选人 他是很难在这个 情中 去做这个宣传的工作的 那 例如 他是去派这个宣传 彈将 那 有 一些抗镜专家的话 甚至 都可能会去传言 那 你看 你派了彈将 给人家 你敢不敢跳 这个候选人 那是终于不到这个宣传的 那 就对是不公平 如果你不敢跳的话呢 有这么严重的情况下呢 出来投票的人会不会有事 最好的 那 也这 就是 那 那 只不像 那 非常 不像 那 他